胖啊你 是儿子吗还是 她是儿子 儿子 对对对 我也刚刚生了个女儿 一个月 是吗 昨天一个月 那么抱抱可以吗 可以 抱抱 喂 喂 喂 你嘿嘿说 嗨 在李亚鹏官方宣布 他和19岁的女友领了证实 网上流传 已经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 但在最近的视频中 李亚鹏手跟有人 透露安排是女儿 在视频中 李亚鹏悉心地抱住 有人的孩子 这一画面也是非常词妇了 但是对比做了 幸福父亲的李亚鹏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更关心李嫣的处境 毕竟李嫣目前的处境 可以说是非常尴尬 李嫣在社交账号 上传一张黄昏照片 佩文泽用了一句 非常经典台词 表示恋爱中的男人 是盲目的 只能看到自己爱的人 看不到爱自己的人 本来这番话也没啥奇怪的 现在已经15岁的李嫣 一直很开放 之前也曾爆料 已经有男朋友 灰晒这样图片跟内容 也有可能是情侣间吵架 抒发自己的情绪罢了 对于一个父亲来说 他有很大的一个打击 他总要表示一个态度 你们俩怎么和解 也没有什么 我就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才发现 他把我拉黑了 我说你怎么把我拉黑了 他说没有 他说不承认 我说你看为什么没有 他说哦 不小心碰的吧 我说那你把我打开吧 哦不 打开 他的性格 哪些地方像你 哪些地方像他妈妈 他是双子座的 我觉得都有吧 本身一个孩子嘛 就是肯定父母双方 都会有一些 但在父亲刚再婚生子时 发如此消沉的黄昏图 不免联想到 跟父亲再婚生子有关 李亚鹏如今 同样也有了新的家庭 加上新出生的宝宝 李燕在家的处境 的确也有些尴尬的呀 这也难怪了 当年李燕同父异母的姐姐 都竟同层发文诉苦 没人在意自己 不过李亚鹏 真的会因为新家庭 而忽视大女儿李燕吗 一些观众认为 并不会 要是李亚鹏会变心 那么当李燕出生 花有兔纯时 便会像王妃一样 对这个女儿 不管不顾了 而不是等到李燕 能在国外一个人 独立生活后 才开始着手 安排自己 接下来的生活 这难道不是一个 好父亲的典范吗 据传李亚鹏和王妃离婚的时候 两人因为女儿李燕 而犹豫不决 李燕天生纯恶劣 需要父母细心照顾 于是两人约定 在李燕成年后 可以独立生活之前 任何一方都不能再婚 正是这个约定 让李亚鹏有所顾忌 虽然这段恋情 已经分手一年多 但在她怀上孩子的时候 官方还是宣布了这一消息 当时 李亚鹏和新人感情升温迅速 看来好事要来了 又怕被女儿李燕打断 便把家驻中国的李燕 送去瑞士留学 李亚鹏在婚生子消息 也一度让娱乐圈动荡 对于老莱德子李亚鹏来说 绝对是最大喜事 估计做梦都能笑醒 不仅发文公开喜讯 还大力夸赞娇妻 因为我们俩本意是在一起 他本意不是这样的 但在大家沉浸在祝福跟喜乐中时 也有不少目光停留在李燕身上 虽然父母早已离婚 但对他爱从来没少过 可这次父亲又有了一个孩子 作为女儿的李燕 在重建家庭中的地位 以及他又是什么态度呢 而此时 正处于叛逆期的李燕 就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 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猜测 从照片中一个小女孩 依偎在妈妈背上 其实可以看出 李燕的心情似乎并不是很愉快 这不禁让人质疑李燕 发这个照片的意义 是不是在讽刺李亚鹏 所以正当大家纷纷质疑李燕的账号 是不是被盗号的时候 有网友突然爆出李燕 发这些照片 就是为了隔音李亚鹏和王菲的 所以一些网友认为 李燕也许是觉得自己不被父母重视 害怕父亲娶了小娇妻 便捡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后 就开始对她冷漏起来 所以李燕晒照是叛逆少女的反抗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